看看肚皮 肚皮还是胖的 肚子还是 还是瘦了点的 瘦了点的吧 人家想要三连嘛 现在就想要 如果不是瘦连 开到最大就是瘦了好多 我跟你们说 我自己也没怎么发现我自己瘦了 是我跟你们看那个年终 就是女生片那个年终总结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看上去是瘦了的 你们能感觉到吗 就是真的胖的话 其实瘦脸也瘦不了 我是那天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瘦了的 但是天天看 其实看不太出来 我现在一共剪了19斤 我还要再剪30斤 我瘦了 你们为什么不鼓励我 非要说我科技整活呀 我看到这种淡漠 我真想吐 我瘦了 你看不出来吗 你还要说这种话 真下头 真反胃 我今天甚至站起来给你们看了一下我的肚皮 还在那里讲 什么叫又生气了 什么叫又 我什么时候就是经常生气吗 我难道 我少时生气什么时候 我很少生气的 好吧 什么叫又生气了 你们是不是想吵架啊 放屁 昨天 昨天什么时候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不能讲这句话 他妈显得我好老 我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大学的那一个男朋友 他就是这样子的 不会哄女孩子 然后我生气的时候 他就会就想抱抱呀 哎呀 嬷嬷的抱抱啊 亲亲呀 然后就以为这样子就能好了 哪个女生在自己生气的时候想被亲亲呀 不给你一巴掌呼过来 就是给你脸了 肯定不是这样呀 至少我不是这个样子 我生气了 我会讲道理 就是大家最爱讲道理 就这件事情是谁错 错在哪 谁的问题 什么导致的 怎么想的 对吧 你不能就是轻轻我我的 然后就过去了 这件事情就都没发生过 怎么可能啊 那这件事情不是以后还会发生吗 可能要讲道理啊 我最后再起来给你们看看我的肚皮 不行 现在吃饱了 也不方便看 我感觉我现在肚子是鼓的 吸口气 给你们看 只是给你们看看我的减肥成果 但是我的肚子还是胖的 所以呢 你们不用在我站起来之后又打击我 我没觉得自己瘦 我只是说我自己瘦了 OK 你之前的大肚子瘦多了吗 我之前的肚子已经到这里了 现在是这里了 其实还是瘦了一些了 但是手还是有一点粗 我才想起一个事情 我们当初没有打算买擦衫的 就是什么奔驰宝马奥迪 我妈其实最想要的是奔驰 然后我发现现实当中买车有一个因素很重要 那就是汽车销售人员的态度 我妈是很想很想买奔驰或者奥迪的 宝马是她最不喜欢的 因为我妈说宝马都是爆发覆盖的 她不喜欢那个宝马的标志 所以宝马其实是我们的最差选择 然后我们最开始是去了那个奔驰的那个店 去了之后就拒转 就一个大胖子 然后那个西装都快绷不下了 就这样看看嘛想买什么嘛 然后我就说就是小一点的车 就是小一点的越野车 因为我妈开不了很大的车 而且也很好油 我就说小一点的越野车 她说那便宜的那种是吧 就是这种态度 然后去买车的那天好像人也特别多 就感觉他们也就是无所谓 做不做你这单生意的那种态度 就你随便你买不买吧 你还买不买吧 就是这种 我就想着这么一大笔钱 虽然没有买房子多 那买车不是也挺多钱的 她拽什么呀 你不应该是好点的态度吗 然后也没有就是说给你倒杯水什么 让你找个地方坐一下 也没有 反正就特拽 就是一听我们想可能没有买很贵的那种车 然后她就那么看看嘛 就这台现车就这台 谁来没有 订给别的车也要等 就是这种态度 我和我妈马上就走出去了 就不要了 我妈本来是很想买的 然后就都不要了 所以一开始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玩意儿 到了现实里面去买车的那一瞬间 想法就改变了 然后去了宝马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就俱好 然后那个车确实也不错 最后是在奥迪和宝马里面选 奥迪的是哪一款车呀 我也不记得了 我妈是被什么说服的呢 是被宝马的内饰说服的 那个奥迪的车里面看着太商务了 而且整套就是看下来很像是十几年前的内饰 然后宝马可能是新的吧 反正都更新换代过了 然后那些屏幕啊 那些内饰啊 然后什么顶窗啊 这些看上去就都很好 然后我们又不是那种特别懂车的人 也就只能看看这些表面的东西 然后我妈就瞬间就觉得 宝马确实这个还不错 后面就是才选了那个宝马 喵 记得三连哦 再见